你千万不能讲 他说坐牢已不讲 总觉得这个人靠得重 没想到 真正到最后 出卖我的还是他 这个万万没想到的官友子 就是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原党委书记 董事长陈文山 毕业工作几年后的陈文山 曾有过一段停薪留职外出承包工程的经历 成为当时小有名气的小老板 1990年他又回到了单位 从一名科技干部 一步步成长为箭头董事长党委书记 但一直都有一颗当老板的心 完全把自己当作一个商人 做经典的老板来看待问题 反正你叫老板也好 叫董事长也好 叫老大也好 很少有人叫我陈书记 反正人家叫我陈书记 还觉得有点毕业 在担任集团一把手后 面对集团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 在身边人的吹捧摸油中 陈文山开始飘了 被不断摸油的陈文山把商人老板当手足 大讲江湖义气哥们义气 把一把手等同于老大 第一责任成了江湖地位 用江湖规矩等同是非标准 当时在党委书记董事长那个位置上 自己很风光 自己觉得自己很能感 木空于气 总觉得自己身什么四十顿的白皮 总觉得自己还是个商人 谢谢大家